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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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4日 哼! 你躺平他也扎起你啊 啊!就是整棵植子的一拢 真的啊!你不引起他注意 他注意到你啊! 给他注意到的东西呢? 哎!真是的 就不好意思,因为唐若能够注意之,只能利用之 那我们不说配套啦,配套这些东西就只不过是制造需求 有些人就说制造民怨,差不多啦 有民怨他才能够改善的嘛 这些就叫做需求,所以这么吵干嘛呢 就很多人,你都不明白的 你伊丽莎白那些包包啊,一起那些床啊,睡在一起 你真的不明白的,有时为什么会传出来呢,那些相片 是谁传出来的呢,有何目的居心呢 但是他传出来,我没理由不看而已 我们这些依法八卦 啊,是,有朋友就说了,有些过期的 那些Panador,用不用给我 不用啦,我这些是,哇,真的,你不明白 我的朋友是问我拿的,我这些是供应者来的 哈哈哈哈,一早,哇,你要什么有什么那些呢 即是类似谷德超那些,你知不知啊 在龙禁威里面,哎,你要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我是给人的那一套来的 一早买定了,而且我是外国入口的 那当然啦,我都拿了很多,走过来大英帝国 以备不时之需嘛 平时你都要守门口的啦,这些必然的 那有起事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那至于需求,啊,即是民怨那些,怎样制造呢 你看这里就知道啦,已经扬升了 啊,11天了哦,报了 跟着才送去青衣那一头啊 你报了11天的啦 然后去到青衣的时候,住一晚就走得了 你都报了11天啦 那所以,啊,他就敢问一句 你送我进来把...啊,那个字不讲,把鬼啦是 而同时间你见到哦,市主是连那些电脑啊,desk top啊,全部拿了入营的 似乎想着露营那一款啦 跟着我闲情日志啊 那同时他也说到,啊,提供香港的那些菜啊,肉啊,那些量呢,是足够的 就不要在这里不断争先抢购啦 哇,为什么我在个肉档里见到个和尚呢? 啊,还是...光头而已,不是什么啊? 啊,不要说啦,啊,那我们... 就是这样说,那些新鲜食品你处不得耐的 你买的呢,应该是那些可以处得耐的那些东西 那难得,他不断言言不绝地供应香港啊,是好事 那还有,他的港交会啊,啊,就必然是会封管的啦,这个没办法 很简单,你那些测试啊,什么红马、绿马那些 你当真是准吗?这么简单而已嘛 啊,就算你一单都没有,随便啊,啊,漏走一两个个案 那你就要重新来过的啦 所以,啊,正如陈文教授啊,前教授啦 他都说啦,你中国这些农村式管理什么都不懂的 就不要搞些文明社会 你又只会最后呢,四分五裂,自己变成一个帮乱 搞不搞都是,问题就只不过是和平方式演变 啊,还是,后面那些不要说啦,大家都不喜欢听 那,那这里有一幅表啊,你也终于明白到为什么 啊,他一定要达到100% 那这个表有点搞笑的,因为你看到40-49岁呢 那个群组啊,是有100.05%的呗 那个撑科技、伏技的比率 那原因,政府也解说了啦 原来,他是包含那些难民、商情证等等 哇,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可以很多的呗 那你要拆那个数字的时候呢,就多少都可以 此其一者,其二者你会留意到呢 在30-60岁的群组啊 是已经达到95%以上的了 年轻的群组呢,反叛性强少少 就九成,那跟着呢 其实都八九成的啦 七十岁以上的那些 至七十九岁,你都去到八成 就唯独八十岁或以上 就只有五成那样的意思 而三至十一岁呢,都是五成 也就是,这两个群组啊 被他见到有漏网之鱼 那样说啊,就不是我说 我说的话呢,大家就开心啊 因为,你没见到他怎样关注你啊 但是这个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人说了 那这里,韩正关注那些长者和小童啊 所以呢,他就提倡 不是提倡,是提倡 我要学那个朋友仔说的那个 他说是提倡,就不是提倡 提倡,要有力那段 这样去提高那个 撑科技、伏技的比率 就是你那些小童仔啊,那些老人家啊 走不掉啦 未来我相信,他一开甘口之后呢 即使这些是伤风感冒咳 他都会迫你去接近强制的啦 这样去弄一剂 更何况你想想,那些小童仔是会大的嘛 3至11岁 那他去到12岁以上的群组,你用不用上河? 那其实很多人都想着保住那些老人家和小童仔的 那他们怎么做呢?就做完他们那份 即是既然我们已经以我身作囤了,撑了科技、伏技了 我们去买菜,煮饭,洗衣服各样咯 但是韩正出到声呢 下面那班就一定拍马屁的 你已经出到艺人帮手去讲这件事了 那个是谁啊? 哼,罗家英,他怒气,扎鼻 就说有人呢,拒掺科技、伏技 难道硬颈,还要个名字? 他这样说的 那些人就常常归咎 就说这个科技、伏技 是因为,哎,都是啦,拿来买啦 就说是因为科技,所以搞到这件事 那我附上另一幅图 这幅呢,就是以色列的数字 你自己看到啊,有增就无减 怎样解释呢?都是和咪工咯 那所以不存在一个叫做科技、伏技 difference的问题 两者的差别是,伏技必然有效的 那你已经知道,啊,他现在已经不是理性的抉择 来的了,纯粹呢,就是病急,乱投医 就不管了,总之反正都没办法的了 哎,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撑科技、伏技 你们帮我搞定了他 那些人现在讨论的呢,就是到底一剂啊,两剂还是三剂 你看到四十至四十九岁的群组 因为要上班嘛 那谅解的,要上班的时候就 另一回事啦 原本给一个完全 一个舒适的情况 就不会限制你任何东西的 跟着你就自己去选择 是这样才叫自由选择的嘛 是不是?你就自己去决定 到底,嗯,在那正常情况没有强迫的底下 就是说不会不让你上班啊,不让你读书啊 不让你去这儿那儿那些 那你就自己选择了 哎,是哦,好像撑科技、伏技有好处啊 高些免疫力啊,可以没有那些重症啊 which 以色列个案不是这样跟你说啊 还是怎么样啊,他们体质特异啊,特异功能来的 Anyway,在一个舒适状态下你自己选择 这样的时候你又看下多少%咯 那现在没有的,他又说不让试吃啦 不让跳舞啦 不让去图书馆啦,公共场所啦 哇,甚至乎 走过商场啊,你都要问人拿permit啊 这样的情况下就选择到100%咯 那些人很现实的嘛 那但是更加现实的就是呢 哎,算了,就是 隨便找一只科技,做一下功课 做一下样子就算了 那我不知道啊,我身边的人很多都是科技的 而他们,不好意思 都是比较上不喜欢政府那些来的 可能听了我把坏口说的啦,是不是 哼,不是催啊 那不过,喂,你完全没有point的嘛 年轻小子,你撑什么伏技呢,是不是 移民例外,移民我ok的,你去吧 就是如果加拿大啊,美国那些需要的 我不是那样,就是 虽然我觉得这些的而且 确是那些肥韵啊,各样那些东西来的 那但是,啊,移民更重要的 哈哈,因为那些你都 还有少少uncertainty的嘛 但是移民这些是certainty来的嘛 就是确切的嘛 移民了,你就真是风衣足食的嘛 虽然未至于啊,啊 讲到外国月亮特别圆那样 又不是几好的,这样不是很客观 那但是如果你又不想着走的 你又是年轻小子的 那你就真是交功课算啦 交功课最叻的啦,年轻小子 而老人家和小孩子就不好意思啦 韩正一开金口的时候呢 你说他们会怎样做? 都不用我说啦 无论是贪和做也好 其他人做也好 都是那句的啦 有得做,做尽他 拿分嘛 你反而贪和现在都更好 因为他已经不需要拿分了嘛 所以我从来都不是提供过 解决方案给大家的 我是提供过 敷衍方案给大家的 他迫到埋身的时候你没办法的嘛 我常常都觉得是这样 那去党这党佬怎么办啊 至于他说为市民的健康你信 没有这件事 好了,那接着还有一件新闻就是 有志者邓景成 话说邓景成两会开完 就是你其实都是奴偉聪那些 只不过奴偉聪那些是后期的 而邓景成是前期的 他又负责去整好配套给后面 一样的 话说他去完两会各样回来的时候 就说感觉到有点不安全 开始,为什么呢 很简单,黄衣公那些 还有他都要配合宣传的口径 哇,你搞成这样的啊 那他于是乎呢 就批评那些私院了 其实他和韩正那些口吻一样 出到甘口 而你别看少他 因为是邓景成 就是他会有一些势力的 那你那些私家的 啊,仰和啊,姓保禄啊 那些,哎,不肯合作啊 你麻烦了,邓景成 那他就说,你就不应该以窥程 就去推堂,收留那些阳性的人 而中央也都派了很多个定心丸 不过不知道什么成份 可能有,哼,删在里面的啊 就是他就说 当他知道私家那些 拒绝收治那些阳性个案的时候呢 这句可圈可点 记住这句 他说,他指出 自己当时就想扮作鸵鸟 就不想面对相关的问题的 哎,现在突然之间那么大支东西 为什么呢?韩正出到声了嘛 所以他就说,你的私家那些啊 以窥程为理由作出推堂 这样是不对的,你不合作 哼,是不是想问责一番呢? 就不清楚了 哇,他一个这样的 深水菠萝扔下去的时候 真是,第一 先中了诚哥 诚哥之前才给了几千万那些私家的 他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不给公家 第二,你那些私家来赚钱的 那出声我帮手好,不帮手好 第三,他将自己的 那种管治上面的清零,零鸡包的表现 一下子就推到那些私家那里 说他们不合作 那还有呢,就推到那些年轻 还有那些老人家那里 说他们就不支持科技伏技 那你整个以色列的表给他的时候呢 喂,你看一下这个表啊 他又会跟你说,这些你不要理 甚至乎国安公法事后 哇,这样都可以啊? 那没办法啦,他喜欢 那被人封了把嘴子的时候 又没有苹果啊,各样 东方啦,东方最近都肯说一下的 啊,你那些官员那些面目啊 啊,你,哇 变了帮他卖广告都有的 不要紧要啦,他既然新鲜事 出动之旗出来,所以陈文教授 都经常啊,拿东方那些 新闻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中国就应该四分五裂 一个不文明的地方 你还是新基内亚式的管治 好心啊,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什么的身世 你是马先生烈先生 上世纪遗留下来的产物 就应该和历史一起消亡的了嘛 而香港就应该好像成邦那样 啊,自己顾自己的 你们那些,哎呀 真是省点啦,baby 好,今天讲到这里